2014年9月夏季达沃斯论坛 李总理首次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 开启创新新时代 960万平方公里掀起创新创业大潮 北京被赋予了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新定位 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推动力集中在南北两翼上 自古京城有块福地 草木茂盛 鸟兽众多 自圆带起誉为皇家猎院 见之所致必有收获 几百年来人们在这里续养耕耘 烦勤劳者皆满载而归 如今这64平方公里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主阵地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 装备产业 汽车产业 高端服务 文化创意 节能环保 凌空产业 八大产业与万家企业入住 完整产业链布局高精尖 走在科技创新的前沿 高科技人才是保障 园区里企业研发机构比比皆是 国家级人才接踵而至 走在路上 没有各把发明专利创意想法什么的 见面都不好意思打招呼 每一天 创意 项目 企业 都在这里汹涌背出 蓄势待发 这么好的池子 不对接资本怎么行 开发区管委会高举大旗 各投资机构积极响应 牵头者 异庄国头的名号 资本江湖早有耳闻 成立六年 参与基金数十支 出资数百亿 带动资本数千亿 是国内母基金领军人物 投资模式创新 发展势头迅猛 同为资本龙头的 与三十家投资机构分秒俱合 共同作为发起人 于是乎 北京一桩创投联盟诞生了 成立之初 既有超百会员大军 投资梯队排头兵大集合 气势磅礴 产业 人才 科技 金融 对接在一个平台上 各种资源纵横交错 这简直就是个能量核啊 每天都迸发着 优势互补的火花 政府资源给你 资本支持给你 前沿观点给你 项目路演给你 经验分享项目孵化 一站式服务 你想要的都给你 立足开发区 服务经经济 一站对接资源池 搭车正当时 构建产业新生态 一切尽在北京一桩创投联盟